戰鬥的國民黨不能有空方形 我宣布於今日率領一級黨務主管進行總辭 在9月底以前完成交接 選舉落幕則是團結的開始 我當然也呼籲朱主席也能夠重用 在這一次選戰當中 讓大家非常矚目的張亞中校長 還有我們昨前現場的長才 首先我要感謝今天每一位投票的黨員先進 不管你這一次投誰都是投中國國民黨 你們的高度參與代表著對國民黨 對中華民國以及台灣社會的在乎 也是你們的支持給予國民黨生生不息的力量 雖然我並未連任成功 但是我們成功地通過了一次眾所矚目的黨內民主考驗 這是我們共同的勝利 我要對這一次辦理選舉選務工作的黨職幹部 還有所有的選務工作人員 至上最誠摯的謝意 這是選戰的矚目程度為你們帶來的巨大的挑戰 是你們的辛勞跟付出 讓國民黨跨出這關鍵的一步 我也要在這邊把最深層的感激 留給陪伴我一路打拼的團隊夥伴 以及這一次參與程度空前深入的新進青年黨員們 你們為這場選戰注入的活力跟未來 讓社會看見國民黨仍有心涯跟希望 這是這場選戰最大的價值 我更要恭喜當選的朱立倫主席 也感謝張曉宗教授以及昨前縣長三位夥伴 是我們四個人的共同參與 鞏固了國民黨黨內民主的實踐 本次的選戰我們都全力以赴 甚至讓外界看來格外的激烈 卻不是零和的勝負之戰 而是一場隊長的選擇競爭 我們都是同一隊的隊員 決定了隊長以後 接下來就是分配公所的位置 上場發揮團隊戰力的時刻 選戰交鋒 選戰的交鋒衝突其實都會難免 我希望每一個參選的人 都能把這些波折留在過去 我將帶頭促成其他兩位候選人 支持下一任的當選者 韓市長今天上午的臉書 也呼籲黨內團結 我完全認同 唯有團結才可以阻止 蠻橫實況的民進黨 繼續對人民軟口親滾 我也要以先任主席的身份 敦請所有的黨員 不管你這一次支持誰 開票帶來的興奮或失落 也請留在今晚 明天醒來以後 我們都是國民黨的一份子 我們要共同向社會爭取公投 和大選選票的信賴 而團結一致是成功的先決條件 我要感謝與我們並肩作戰的所有的支持者 在這一屆任期短短的17個月內 一起同甘共苦 度過高雄危機 與公民團體合作提出公投 以及不適任民代的罷免 國民黨最艱苦的時刻已經過去 未來當選的黨主席 將在這個基礎上 帶領國民黨全面反攻 我競爭黨主席是為了延續罷免 及公投全面反攻的任務 這比主席的選舉更加重要 我在黨主席選舉期間 也沒有一刻忽略公投的先傳工作 我期許新當選的朱主席能夠呈現其後 更期許與我一起參與這場選戰的其他候選人 也能夠共同參與 戰鬥的國民黨不能有空窗期 為了讓新當選的主席團隊能夠盡速的進入狀況 在全代會以前 附劃未來四年的重大政策方向 以及戰略目標 我宣布於今日率領一級黨務主管進行總辭 並指定聯繡副秘書長成立交接小組 力求在九月底以前完成交接 在新任的黨主席的領導之下 能夠全力的充斥 我們都不會一輩子擔任黨主席 但我們一輩子都是國民黨的戰將 代表中國國民黨回到基層 與民意站在一起 為人民討公道征服器 我明日就將回到街頭 立刻投入不到一個月的10月23號 陳柏惟發明案 跟我們的好兄弟 顏寬恒一起擔任義工掃街 協助公民團體淘汰不適任的民意代表 作為公投的領先人 我也將與志強、維州等領先人 並肩作戰回到街頭 投入全國的巡迴宣講 立拼1218 公投能夠過關 面對2022的大選 國民黨要爭取勝利 需要繼續來爭取青年的選票 還有中間選民的選票 更要能在齊名作業上 舉見亮眼的新人來參選 啟程未來將延續任內推動的青年工作 持續推動本黨與青年世代的接觸互動 以及對青年優秀人才的培育 作為黨的一個後盾 選舉是黨內大開大和的辯論盛會 選舉落幕則是團結的開始 只有真心團結才能重拾人民對國民黨的信賴 只有真心互助才能讓社會重新看得起國民黨 過去17個月 我們已經把國民黨從谷底拉起來 走向上國的一個大陸 選舉過後 我們更要也都要一起失守走向未來的勝利 朱立倫主席加油 中國國民黨加油 中華民國加油 謝謝 其實我一路以來 只要黨有需要 我們都是全力以赴的 未來的黨務工作 我會尊重新任的黨主席的安排 那只要是對黨有利 能夠協助國民黨重返執政 我想我自己也好 我們現在所有的黨務主管同仁也好 我們都願意全力來協助 重點是國民黨要能夠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跟信賴 國民黨要能夠打贏2022 國民黨要能夠在2024重返執政 我當然也呼籲朱主席 也能夠重用在這一次選戰當中 讓大家非常矚目的 張亞中校長 還有我們昨前縣長他們的長才 大家都是國民黨的一份子 大家都盡自己最大的力量來協助國民黨 現在に既然是國民黨要緊入行為 就是國民黨要支援的 都還可以去深入公園 此後我們早在日本裏面 都還滿了 中國大量的多運動 他在香港府中 任何路後 都還滿了 這是剛才那 在香港的野車